周董!回娘家开场!拍好莱坞电影《只为练英文》! 周杰伦地表最强2巡回演唱,回到娘家雪梨开场,心情特别好! 图翻射周杰伦IG,2018408 杰伦,周董,地表最强2巡回演唱,昨、七、日在雪梨开场,到达当地后周董便在IG发文,要歌迷准备好一起嗨! 她演出前受访表示,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定要有澳洲,因为老婆夹在这,有点回娘家的感觉。 这是她2015年与昆凌结婚后,首次在老婆的家乡聚办演唱会,心情非常愉快。 这次来到雪梨,除了老婆小孩随行,周董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,让大家看到她在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。 她透露部分花絮,有魔术,生活跟演唱会等等,另外还希望可以再拍一部好莱坞的电影,向几次练习英文,希望能增加一些国外粉丝。 最近周董常在IG上和林书豪互动,林书豪先拍了一段变魔术的影片挑衅周杰伦,而周董也不甘示弱地回拍魔术影片,还放话林书豪,歌教你变魔术。 而淘气的周杰伦不止变魔术,还拍投篮影片,并标记林书豪,影片中周董摆头摆中,非常有自信的模样,不过最后一球却失手,当场还综艺摔掉一下,模样十分逗趣。 周杰伦在IG上传投篮影片,最后一球眉头紧还综艺摔掉一下。 图翻射周杰伦IG,201180408。